原标题,张学良重获自由后,说出一个秘密,可惜没人信,作为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,曾经主政了黄河以北的少帅张学良。 他和他的结义兄弟蒋介石,在近代的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在近代中国那段最为动荡的时期,两个人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。 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,很是微妙不可言,两个人曾经好得跟一个人一样,情同蜀足,但是后来二人竟然形同陌路,成为了有你没我,有我没他的敌人。 西安事变时期,在民族威王的关键时刻,张学良和杨楚成为了促进国公合作,联合一致的抗日,他们携天子锦令诸侯,以非常手段挟持了蒋介石。 西安事变之后,蒋介石投桃报李,转进了他几乎半个世纪,从三十六岁官到了八十三岁。 在这近乎半个世纪的囚禁中,蒋介石曾不止一次起过杀张学良的念头,但是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委婉劝阻下,最终放弃了。 1990年,因为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了,张学良这才全面恢复人生自由,这个时候和张学良已经快九十岁了。 放眼望去,曾经和张学良在时代舞台上共舞的人们如毛泽东、周温来,蒋介石大多已经去世了。 张学良成为大时代之中硕夺仅存的见证者,为了留住真实的历史,著名的是学家唐德纲先生从1991年开始,对张学良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。 在这一系列的回忆中,记载着张学良对蒋介石最真实的感受和评价,张学良一直都是对蒋介石毕恭毕敬的,在外界提到他的时候都是恭敬有余,而负面言论比较少,但是这都是在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。 等他去世了之后,张学良早已是八十多岁高龄,这个时候的张学良就不需要顾忌那么多了。 他对蒋介石的评价,也就颠覆了他之前的表现,开始变得尖锐起来,可能这就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吧。 张学良很清楚为什么蒋介石关了他外,各多世纪之久,一直不肯解除对他的奸计,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在西安事变后了他,让蒋先生颜面无光。 张学良在和唐德纲交谈的时候表示,他觉得是因为他积极促进国公合作,使他成为了蒋介石政治上的对手,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了,如果蒋介石放了他,那么外界就会把抗日的功劳都给了张学良。 这是蒋介石不希望看到的局面,所以张学良说蒋介石非常讨厌他,不过张学良这样的说法,可惜没人性。 在近代的历史上,张学良先生一直是一个正面的形象,没有他中国近代史都将改写,无论时过境迁,张学良以及蒋介石夫妇先后故去,都给我们后人评调的只有那一页,也记录历史的固执堆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